你好,欢迎来到Marco Polo Mandarin 我是中文老师Becky 那从上一次我发了一个视频到现在 我一共在我的博客MarcoPolomindarin.com 上面发了八个成语 也就是HSK六级的词汇的八个成语到我的博客上 那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复习一下 首先是爱不释手 爱不释手的意思就是太喜欢了而不愿意放手 第二个是安居乐业 也就是说人们在一个地方住得很happy,住得很高兴 而且呢,工作也很高兴 然后第三个呢是拔苗助长 这是一个贬义词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贬义词 贬呢,就是不好的 所以我们用拔苗助长这个词的时候 就是说那个东西很不好 它的意思就是你通过把河苗从田里面拔出来 然后帮助它成长 那我们知道这样呢,那个苗会死的 对不对,它不但不会成长,它还会死 所以这是一个不好的词 是说一些人呢,他们因为太急了 他们太想很快的做成一件事 所以他们就用了不对的方法 最后呢,可能造成了不好的结果 好,第四个词呢,是半途而废 这个很容易 就是说你做一件事情 做到一半就废了,就放弃了 也就是没做完 这个听起来也是很不好的 好,第五个词是宝金沧桑 这个词可能有点难 沧是什么呢?就是海 桑呢,就是田 所以呢,当海变成了田 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地球 需要经过很多不同的运动才可以完成 那这个词呢,我们一般是说 一个人他的经历很丰富 一般我们是用来说 那些人老看起来 他脸上经历了很多 那样他就经历了宝金沧桑 好,下面一个词呢,是波涛汹涌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四个汉字啊 它其实都有水,对不对 所以它就是跟水有关的 那波涛呢,就是海里的 涛的波浪 然后汹涌呢,就是又大又急 所以呢,这个词也就是说 又大又急,波浪 好,这个词呢,是博大今生 博大也就是大 也就是多 然后今生呢,也就是深 那它指的是 一个人他的知识很丰富 也很深 他不但是知道的很多东西 而且东西还很深 好,最后一个是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的意思就是感到很惊讶 就完全不可以想到 哇,这样的事情真的很不可思议 让我感到很惊讶 好,那这就是这八个词大概的复习 如果你们还是不是很听得懂的话 那欢迎回到我的YouTube频道去看这八个 分别看这八个视频 当然你也可以来我的博客 MarcoPolomandering.com 来看这八个词的解释 那他们分别的解释也已经放在我的博客上了 好,那现在呢 为了看看大家有没有掌握理解这八个词 我给了四个问题 那这四个问题呢 是我从HSK六级的真题 那考试的真题里面选出来的 所以呢 现在我们看一下 你到底有没有学会这八个词 那第一个问题是 那种什么式的教育方式 必会造成对孩子身体和心灵的双重伤害 第二个呢 那西族算不上是一个大民族 但是他的东巴文化却怎么样 第三个 任何人如果做事怎么样 是成不了大事的 第四个 自愿选修法律课的学生多得怎么样 好,这四个问题 那你们先想一下 然后呢答案呢 我也放在了下面的这个PDF里面 你们点这个download 你们就可以把这个PDF下载下来了 然后你们就可以看到他的答案了 但是我希望你们先想一下 先不要看答案 先想一下 然后再看答案 看看自己有没有做对 然后如果没有做对的话 再想一下 你也可以在这里留言 如果有问题的话 好吗 好,那这八个成语你学会了吗 那欢迎呢 你把这个博客或者我的YouTube频道 分享给你正在学习中文的同学和朋友 好,我是Betty 您的中文老师 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我们要看这些课题 我们要要看这些课题